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中辰 今天是2018年12月11号 离新的市长登基 我不叫他叫就位 我叫登基好了 因为高雄翻转了高雄 那我们对新的市长有新的期望 但是我今天跟高雄市民聊什么东西呢 聊的这个内容叫做文化复兴运动 我今天聊这个动机是原因很有趣 我刚好在手上有两本书 近的看一下 一本叫做孟子义礼书解 另外一个叫做中庸义礼书解 四书五经 那人与孟子中庸大学四书 台湾人大概都很熟悉吧 像我这个是1955年出生 今年63岁 在我们大读初中的时候 高中都有所谓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是从那个四书里面 截取部分和章句 来用在那个 像比如说我们读初一的时候 国文课本里面就有那个 言冤记录是子约 何各言而治 言冤约 愿无法善无私劳而记录约 愿居马一求与朋友共 避之而无憾 等等的 那这个就是 这就是 你看这个40多年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可能50年了 记得50年了 到现在记得都很清楚 这就是因为以前背诵嘛 那这个东西就是 大陆人到台湾来就说 台湾人彬彬有礼 台湾人都知书达礼 台湾人都能够 随口就可以讲出来一些 一些诗词什么 觉得好文雅的一个国度啊 同样是华人 台湾人怎么那么有文化 那么样子的高雅 跟大陆人大义齐去 其实这是应该要 要庆幸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政府以前 他曾经推行过一个东西叫什么 我这个书为什么要今天拿起这个书来 而且今天要讲文化复兴运动呢 而且要寄望于新任的高雅市市长 这就是今天主题 这本书很有趣 这本书是 把这个书你看一下 然后我再念好了 这个书的发行者是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台湾省分会 当时还有金门还有一个福建省 金门属于福建省 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 那我们这个是属于台湾省 那台湾已经废省了 那这个 创应者 就是发行者里面 有台湾省政府民政厅 台湾省政府教育厅 然后印刷者是台湾省政府印刷厅 这很有意思 那这个书的编注者 这些写这个书的人 都是当时的一些大学教授 中文系教授 像有那个王邦雄 曾昭旭 还有 杨祖汉 那我刚刚这两本就是 这是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 那个联手联合写的 那我今天为什么会讲 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东西 这是民国71年 1982年出的 1982年 71年 那时候我早就已经参与工作了 那这个时候 运行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我已经离开学校 基本上应该已经离开学校了 这个东西才出来 而且这个的印刷的 这个板式 一看就像什么 就像一个宗教团体印的散书 因为我就是要 就是要给行人市长 跟高雄市市民 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都知道 所谓散书就是 有一些散心人士 他认为说有一些好的书籍 好的古文 值得大量印给 免费的提供给 善男性女们 也就是有散心的 不见得是宗教信徒 就是有散心人士 就希望了解中华文化的人 去看的 这种各个寺庙都有 自己分头在做 甚至于有一些是 各种宗教 包括民间信仰在内 都有做这种行为 这是中国从古代以来 一直都有所谓 艺学的这种概念 那我今天特别会提到 这个行为 第一个 这个书上 后面有几行词 很有意思 叫做欢迎翻译 什么叫欢迎翻译呢 也就是这个书 他放弃版权 虽然刚刚讲的 王邦雄这些都是 王邦雄征召序 这些人当年都是大学 比如说师大 或者台大 或者什么大 中文系里面教授 甚至于是 西主任这一类的话 或者研究所的 那个指导教授 这一类人 那他们都 他们写了这个书之后 他放弃版权 然后这个文化复兴委员会 也就是当时是一个 国家的一个推行的 一个特殊的一个委员会 推行所谓的文化复兴嘛 那推行的 同时 中国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 在破事就 在毁坏文化 所以两相对照 为什么大陆人会觉得 台湾人很有文化 原因就在这里 那我记得大概在 不知道在30年前 还是更 多久以前 我记不起来了 因为那个书我还在 当时高雄市市长是谁 我也记不起来 但是那个书我记得是 是由高雄市市政府花钱 印刷了论语 印刷了一本论语 很厚 它也这么厚 那个论语是 全高雄市市民 每一家发一本 免费发一本 就像 就像发老鼠蟑螂药一样 或者是打预防针一样 每一家发一本 我想 我今天要讲这个时候 每一家发一本不打紧 有没有人真正看过 我想很少 那这本书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丢到那个 丢到那个茶几 或者丢到那个书中 甚至于直接丢垃圾桶 或者丢到废报纸 没一起拿去当废纸卖掉 这上市它原有的意义 那我今天就希望说 新任市长 韩国瑜先生 是不是会听到我这个话 我不知道 但是希望各位 传给各位 那用你的力量 就把这个传播出去 以前高雄市市长 那一任市长曾经印过论语 好像叫做白话论语 还是论语什么 我忘记了 反正是整本的论语 那个是当时他的利益 就是希望说高雄市民 能够读这个 可是那个时候 也没有网络 也没有什么东西 广播电台 收音机 也没有做什么专辑节目 我希望 这个新任市长上台之后 他用那个民政局 还是民政什么单位 请他跟这个 召集各个宗教团体 观庙寺庙什么东西 一起大家来开个会 成立一个类似 像这样子的文化复兴运动 不要再用公会 可以去印这个 《轮与梦子》 请这些民间宗教团体 捐资或者是民间企业 去捐资去印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版权 它已经释出了 它放弃版权 就这样提供给大家 任何人都可以去印刷 它这里面都已经经过校对过 本文不但有注释 还有注音符号 而且这些教授 他不会自杀招牌的 所以他的翻译 不会有什么大 不会有什么争议可言的 可以这样讲 那其他的各种思想 因为讲到思想的书的话 人家翻译都会有自己的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就没意义 那就是因为有意见 那就会有所谓 《轮与别财》被人家攻击 南华锦《轮与别财》被人家攻击 它已经自称 已经是别出心裁了 也就是说它不走前人的路 它已经标明了 可是还是有人攻击它 我觉得这个是多余的 但是我们总是要有一个 所谓的政治正确的版本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那我希望说 可以运用民间的力量 左英地区搞了一个 叫做宗教万年纪 因为当时有一个 左英有一个先生 他发现到 左英有3000多家寺庙 也包括家庭的神坛在内 通通加起来 大小庙 一共有3000多家 他认为说 把这3000多家寺庙 联合起来做一个活动 这活动是互相 就是互相的那个串门子 神明串门子 台的神教去串门子 然后有游行队伍 然后这就是所谓 这不是迎神赛会 没有赛 就是一个迎神的游行活动 这个已经办了好多年了 那有的人 有的观光局吧 也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能够说能够热络这个所谓的这个庙会经济 就是庙会期间很热闹 然后有很多这些阵头什么 然后也因为这些阵头的流动 又产生了那个各种的那个衍生出来的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 但是我对那个经济效益的关心并不太关心 我认为这种游行可能会流于形式 不会让一般的人 这个时代的人产生什么特殊的感情 或者特殊的响应 可是这个书是一个知识的载体 是一个思想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启发 那如果说 这个高雄市能够用民间的力量 不要用不要用公款 用公款就诟病了 请那各个的宗教团体 运用现在有自媒体 像我这个就是自媒体 运用自媒体 运用广播 运用网路 运用各种手段 制作 不要用公费 我强调不要用公费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就是从 钱从四方 十方来 就是化缘 化缘来的钱 用在宗教团体 用在这上面 这才是民族文化杂根的一个 最重要的手段 而且 名利可用 名字可用 民间有这样的才能 甚至于我 甚至于我可以讲说 只要你有高中程度 你只要把这书看清楚了 然后你把它记熟了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教中小学生 在课外读这个东西 因为四书五经 是中国的文化瑰宝 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化瑰宝 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继续复习 不要重蹈之前 那个市长的美意 一家发一本 这个论语 不知道是论语什么东西 反正那本书蛮厚的 我相信大部分的工商业 社会的人都没有时间看 没有时间看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 没有这些媒体 比如说网路 比如说自媒体 收音机 那个广播节目 这些段 如果你把这个节目 都做得很好的话 人家开车的时候 也可以听 在家里的时候 做菜也可以听 在做家事的时候 也可以听 工作场所也可以听 每次来一小段 因为这些故事 都是一段一段的 每次来一小段 然后把那小段一小段 就像这样编号 编成 编成那个章节 以后他只要 如果说他有兴趣 要看这个原文的时候 他翻到那一页 他就算他没有兴趣 翻到原文 他也知道 那是第二十三 以道寻生 孟子曰天下有道 以道寻生 天下无道 以道 以生寻道 未闻以道 寻乎人者也 静心上四十二 就这么短 然后这个 你偶尔听那么一句 听那么一段两段 不管是在插播 还是什么 这都不无小补 因为你把整本的书 拆散之后 一段一段的放 有心人可以看全部 无心人也可以听到几句 听到几句 如果刚好受用 那就达到目的了 你就不需要整本 统统读了 国文系的人可能整本读了 那不是国文系的人 很多 他同样是中国人 他需要吸收的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在哪里呢 他的载体就在这上面 那我就常常看到很多 很多的那个宗教团体 印了大量的 这所谓的扇书 整车的上盾的运过来 然后游民把它上盾的 用另外一部车子 把它运到废子那边 去卖废子 这个故事我已经讲过了 我曾经问过那个寺庙的 那个宗教团体的 那个负责人 我问他说 你看到这个情形 你不会很难过 他说我开始的时候 非常难过但是我不能自止 第一个自愿的人 人家是自愿掏钱 去印这个东西 他有发愿 他放在这边 知道要跟谁结缘 是谁拿到谁结缘 我不能限制人家 要人家去拿 但是呢人家拿了之后 有没有看 我也通通都不能限制 然后这个游民 他有需要 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是把那个好的印刷的 那个游墨的 这个新的书 整个拿去当废子 才卖掉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要 他等一下可能要去吸毒 如果好的话 就拿去买食物池 那不好的话 可能他有其他的恶屁 他要满足他这个 我也不能自止 因为我无权干涉他的自由 那我只有眼睁 眼睁睁的看着人家 花了很多钱 去到印刷厂 印刷厂也赚了印刷费之后 印好之后还用了找运输工 雇了车子 运到我的庙里面来 放在那个架子上面 然后放在架子上之后 隔了不到十分钟 一个游民又请了另外一部车子 因为等到卖了废纸之后 他把那个废纸里面的钱 拿去付车子嘛 所以有人愿意干嘛 又开了另外一部车子过来之后 把整车子 整书架 这些所谓的扇书 新的扇书 整车载走 成盾的载走 载走之后 卖了多少钱这我通通不能干涉 因为这都是所谓的流通嘛 扇书的流通 这是那个助词跟我讲的 结果后来我说你这样子的话 你看着你会不会觉得有罪过 他说当然有罪过啊 我说那怎么办呢 后来我再隔了一段时间 我一去看 书架全部拆光了 上面挂一个牌子的时候 净放书刊 甚至于讲净放扇书 连那个扇梁的扇 扇书都放在上面 为什么 他说你免得让这个 姑息养奸 他说 刚才你 我讲的那个情形 他完全都看到 他是助辞 他管理人 他当然进出人 他都在注意 他都看到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最后他就干脆 就把那书架给拆掉 拆掉之后 让你不让放书 不让放书就没有 没有犯罪的动机 也就没有刚才所谓造业的这个机会了 那我刚才讲说 我刚才讲 从头到尾讲说 我刚才讲 动员宗教人士去做这件事情 并不需要每一家发一本 而是请那些宗教团 比如说做这个事情的 比如说一贯道 他就做了很多 可是一贯道的 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 我非常大的一个 意见 就是 他要先要感恩 听恩施德 感恩一大堆之后 然后他在讲 真正讲道的时候 一点点 也就是他花了三四个小时 搞了一个法会 实际上真正讲到这个 四书五经的内容 恐怕还不到两分钟 我们不要那种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的 去听这些东西 招勃 我们要听的就是你针对这个 这些四书五经里面精彩的句子 直接解释 你直接吸收 因为你经过专家的过滤 而且这些专家他不会讲错了 讲错会有人这个群起而攻之 放心 他讲就是对的 对的东西直接打电梯 进入你的脑子里 你就是你的 而我们的这个台湾同胞们就需要这些东西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华人地区能够昂首阔步 也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除此之外 要比经济可能 中国大陆可能比台湾要优势的多了 其他华人地区可能也比台湾优势 可是在文化的部分 我们应该要有自信 以上吴东城跟各位分享 文化复兴再复兴吧 谢谢